为了护沈泽川安全 哥哥已身去帮他抵挡弓箭 诏于大堂内 几雷就此次敦州兵败一事对沈泽川进行审问 三万军士被活埋于茶室天坑 你也在其中 为何只有你活着 是因为沈魏早已思通了鞭沙十二步 有意将中伯六州拱手让给外敌 想要理应外合攻破去都 所以鞭沙骑兵才没有杀你 是不是 沈泽川回答他不是 几雷大怒 沈魏为罪自焚 司通文书已由锦衣卫全部递程给了皇上 数字还敢嘴硬 当真是名玩不灵 你昨夜说 你能活着走出茶室天坑 是因为你兄长救了你 你说谎 你兄长是剑星王敌长子沈州记 他抛下三万军士 带着清兵私自逃跑 却被鞭沙骑兵套上绳索活活拖死在了茶室河畔的官岛 鞭沙十二步坑杀军士时 他已经死了 根本就不了你 沈泽川瑟瑟发抖想要解释 原本忌雷 看他年纪小 就没有给他动用重刑 此刻也不再客气 来人给他上刑 若是把这份硬气用在了战场上 今日便轮不到你们沈家人进来 我再问你一次 沈渭是不是通敌卖国 即便被动用重刑 沈泽川依旧坚持说沈渭没有通敌 几雷愤怒把茶杯摔在桌子上 觉得茶适合败权因沈渭轻率迎敌 在兵力悬殊之下无故退兵 使得中博六周血流成河 沈渭带兵难撤 登州一战最为蹊跷 启东士郡守备军已经越过天飞 却前去支援 他却抛弃家机之策 调抽数千骑兵护送家眷去往丹城 致使登州防线全部崩溃 这难道不是沈渭有意为之吗 若不是离北铁骑狼奔三夜渡过冰河 边杀骑兵就该到去都门前了 宁渭一条狗 不做中国狼 这一次 沈渭便是大洲的罪人 你不认 你只能认 把他给我拖下去 好好看着 受完刑后 沈泽川视线开始模糊就这么晕过去 梦中又回到了茶室天坑 沈泽川躺在士兵的尸体堆里 告诉哥哥自己害怕 哥哥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 安慰他没事 哥有三头六臂 哥是铜墙铁壁 撑一撑就没事了 撑过去援兵就到 到时候哥跟你回家接爹娘 哥还要去找你嫂子 听到这里沈泽川忍不住落泪 好 我的钱也给哥取嫂子 此刻他们周围到处都是士兵的尸体 有些还有乌鸦在啃食 沈泽川想要起身背哥哥回去 哥哥告诉他自己走的洞 这时沈泽川扭头 哥 方才他们放剑 你中剑了吗 哥哥骗他说没有 那些鞭纱兔子射得不准了 沈泽川被他一番话逗笑 师娘包了饺子 等你和我回家去 我们吃很多碗 这时哥哥眼神开始涣散 但还是努力地回应着他 直到哥哥的头垂下 沈泽川才意识到不对 努力爬起身 推开旁边的尸体 这时他惊奇地发现 哥哥的背上早被射满了剑 沈泽川伤心痛哭 突然他猛的惊醒 抬头认出这是玉里惯用的土带压杀 有人要杀 沈泽川眼泪汪汪一顿便捷 却还是被皇帝下令仗毙 意识到这是有人要杀自己 沈泽川不断挣扎 这时床塌了 整个人直接掉了下来 这么大的动静很快吸引了守卫的注意 因为指挥使要提审他 也就逃过了这一劫 诏域大堂内 继雷告诉他的干爹 这就是剑星王沈卫的余孽 干爹奇怪怎么把人搞成这样了 省了几日都没有像样的供词 继雷表示自己也很无奈 从中博把人带回来变神志不清 一直不肯交代 自己也不敢擅自动行 干爹接过他的茶 爸知道你有难处 把他收拾干净了 脏成这般模样 哪能面胜 接着继雷就让人把沈泽川拖下去 并告诉干爹 他是茶十天坑里唯一的活人 由肖世子亲自拿住 一直关押在离北铁骑的球车里 中途不曾让旁人碰过 想不到肖世子还珍宝了这个余孽 活着回了去都 不过沈卫通敌人尽皆知 活量慈子也抵赖不得 且看皇上会如何发落吧 接着把沈泽川带到明里堂 一把将人推倒跪下 皇帝让几雷把他的供词呈上来 看完供词后皇帝十分激动 接着让沈泽川抬起头来 你是沈卫的儿子 又是茶十天坑里唯一的活人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 沈泽川眼含泪花 皇上 我父亲齐心卫国 是兵败后愧对国家 无言再见中国父老 因而自焚谢罪 皇帝对此根本不信 即便沈泽川已经说出实情 听他又提到茶十一战 皇帝震怒 沈州即使临阵脱逃 最无可恕 沈泽川也不管那么多了 直接抬头 茶十和一战 血流成渠 我大哥昏溃无能 却也守了三日 这三日军情传递启东 离北 若无这三日 没等他说完 皇帝直接打断 够了 沈卫贪生怕死已至中国六周失海色流 你却颠倒是非 抵死不认 实在可恨 潘如贵 把他拖下去 再端城门帐 太后命三小姐传来口语 潘公公也是不敢不从 吩咐人把沈泽川拖回去好生看管 把人拖出来后 潘公公告诉沈泽川 要是交代了省卫叛国的罪行 倒也未尝没有一线生机 接着下人把一块木棍塞入沈泽川嘴里 随着潘公公一声令下 下人们也开始对沈泽川行刑 棍棒一下下打在他身上 沈泽川紧咬嘴里的木棍 那帮人听到命令也是毫不留情 这时传来一名女子的声音 潘公公 看到是狄城花家三小姐 潘公公赶紧起身 咱家给三小姐请安了 这么冷的天 太后他老人家有什么吩咐 迎拆个人来通传便是 三小姐问他那地上趴的 可是中博省市的儿子沈泽川 潘公公告诉他就是这位了 皇上刚下了旨 要仗毙的 三小姐表示 方才皇上正在气头上 沈泽川若是死了 省为叛国一案便不明不白 太后半刻前到了明里堂 皇上已听了劝 多少消了气 潘公公一听立马开始装模作样 哎呦 皇上就听太后他老人家的劝 是才那雷霆之怒 咱家有心也不敢开口 那不知这人眼下该如何处置 三小姐告诉他 皇上在审之前且先拖回赵羽 死子性命事关重大 还望公公告诉其大人 千万要好生看顾 潘公公毕恭毕敬 那是自然 三小姐嘱托 几雷岂敢当作耳旁风 天冷地滑 来人 把三小姐扶稳了 好生送回去 看来太后这意思是要留人哪 接着潘公公吩咐下去 回去告诉积雷 这案子里边都是神仙 千万要把人给我看好 不准有任何差池 是从奇怪就这么把人放 回头皇上当真不会怪罪 潘公公这也是见风使舵 皇上心里明白 这事挨不到咱们头上 千金一诺 君王最怕招令戏改 皇上因着此次鞭杀 十二步的进犯又大病一场 这几日已经思量着 要给三小姐刺个公主封号 这是要讨太后欢心 都要应的 侍从还是不明白 可您方才还说 君王最怕招令戏改 潘公公都对他无语了 你几十件太后改过口语 不论什么案子 说一不二的才是真主子 沈泽川昏迷中 梦到了在端州城的日子 此时自己正在外面 靠着柱子睡着了 突然听到师娘喊自己 怎么在这还能睡着 也不怕冻着 饺子煮好了 快去叫你哥回家吃饭 沈泽川赶紧跑上前 拿起筷子就先尝了几口 师娘煮的饺子 我这就去 师娘让他慢点 小心烫 旁边师父被他这么样逗笑 傻小子 烫着了吧 饺子值几个钱 瞧把你稀罕的 叫你哥回来 咱们父子三个去鸳鸯楼吃炖大的 师娘听不下去了 上前揪住他的耳朵 瞧不上饺子 你行啊 这也有钱娶什么媳妇 带着这两小子自个儿过去呗 沈泽川吃完后 把碗递给师娘 接着赶紧就跑去叫哥回家 出来后喊半天都没见到哥哥 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 转头一看 一群士兵骑着马就冲了过来 沈泽川一眼就看出来 那不是端州城的兵马 这是他猛的惊喜 沈泽川也太惨了 第一次见萧尺也就被他一脚踹飞 噩梦中惊醒 几雷就在外面对他冷嘲热讽 吩咐人退下后 几雷靠近沈泽川便开始跟他说他师父的事 二十年前我与他是师兄弟 一同笑命锦衣卫 后来他犯了事被先帝流放到关马道之外 听着他对自己师父出言侮辱 沈泽川气得咬牙切齿 济雷告诉他之所以还能活着就跟他那个师父一样 是沾了他师娘的光 你师娘叫花拼婷 去都有岑南八城 其中狄城花家正是当今太后的本家 所以今日太后留你 是为了你师娘 但谁知道你师娘已经死在乱军之中了吗 罪魁祸首是谁 你心里最明白的 就是沈卫 当他又提到兄长之死 沈泽川奋力想要起身 济雷紧紧握住他的肩膀 你就算苟言残喘 这世间也无人会体谅你 你来到了去都 你就是沈卫 这债你必须得背 你总要死的 与其死得不明不白 不如把沈卫的罪行交代干净 也算告慰你师父的在天之灵 听完他的话 沈泽川哈哈大笑 嘴里不断重复着 沈卫没有通点 济雷觉得他真是冥顽不灵 直接上前拎起他 接着把他拖到外面 我秉公办事 遵从太后的旨意 可是这大周 有的是人能够肆意妄为 你这般于不可及 我便随了你的心愿 你要人杀你 这人已经来了 突然前方的大门轰隆隆被打开 接着传来一阵马蹄声 沈泽川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离北铁骑 男人一个力所下马 与此同时沈泽川勉强站起身 没等他看清那人的样貌 下一秒就被他踹了一脚 这力道之大直接把人踹飞 沈泽川趴在地上渴血 男人上前用脚抬起他的下巴 沈卫是你老子 看他不回答 男人有些生气 旁边几雷走近准备告诉男人 没等他把话说完 男人直接打断 第一次见萧池也还是两年前 如今看他带着刀 确实有模有样 把沈泽川踹到一旁后 二人竟开始聊起了天 因为也是刚回来 面对几雷的邀请 萧池也还是想要先还几天 日后再回请他 于是几雷便让他先进宫去 仪仗队还候着 萧池也转身看了眼地上的沈泽川 却并没有搭理他 这时几雷让人把他拖回去 路上副将觉得 萧池也刚才那脚太冒起 那神狗余孽如若是当场毙命 太后那边怕事不愿 说到这个萧池也就来 就是要往死里踹 沈老狗让中博血流飘出 茶石天坑里的军事 埋了半月都没埋完 花家如今要为私情 保着老狗云烟 天下岂有这般如意的事情 况且大哥千里奔袭 经此一战已经无可再封 我离北荣已登顶 早已成为太后的眼中钉 副将告诉他 这次却都封赏多半是场鸿门宴 万万不可冲动 这边皇上也收到阿爷回来的消息 萧继鸣告诉他 此刻人应该是道 旁边的鹦鹉也跟着不断附和 皇上当场被逗笑 接着外面传来通报 皇上 萧二公子到了 行完礼后 皇上赶紧让他起来 好小子 穿着铠甲 威武得很 朕听闻 前年鞭纱十二部 杰西梁道和鞭义 你也大显身手 活捉了几人是不是 面对皇上的夸奖 萧继也也是十分谦逊 皇上很看好他 除了这次离北铁骑救驾的赏赐 今日还打算给他些小赏 这世旁边的萧继明却不认同 皇上的锤爱是他的福分 然而他尚未见毫厘之功 怎可深受着红天之赏 皇上笑了笑 你千里奔席夜度冰河 功德无量 此次修说是阿爷 就是你七路一只 朕也是要赏的 阿爷 离北哪边锤之地 你年纪小 待久了难免枯燥乏味 如今朕想要你到这去都来 做个快活的遗乱指挥师 你肯是不肯 萧继明看出来皇上这是铁了心 要将阿爷扣在去都了 对此萧尺也的回复 也是尽闲语言一数 皇上赏道 自是肯的 我家里皆是五副汉匠 平日里听歌曲 而也找不着地方 如今呆在了去都 只会乐不思数 皇上当即被他逗笑 你这小子 真要你来做个守卫 你却真的只想玩乐 此话若是让你爹听见了 他又逃不得一顿打